欢迎大家来到今个星期的香港六点半的其中一个环节 分类小广告 我告诉大家,自从我做回这个节目之后 因为你也知道我之前的老本行是做广告 我开始做回一些旧的资料搜集 找一些案例和大家分享一些广告里面有趣的事件、事物、故事、历史 很多旧的记忆都进入了我的脑袋里面 做广告是一个大家都觉得很刺激的行业 当中有很多详细、五光十色 接触了很多不同的事物和各方面的东西 的确是,但当中观众或一般坊间的人 会受到一个感觉 做广告里面的人可能是薪酬比较高 出入一些高档的场所 又或者接触到一些明星、大商家等各方面的事物 其实就是你看我好,我看你好 当然,当你见到一些成功的广告 或者当一些市场推广的活动 很多的偎雄光管 以前的闪光灯 这些大型的奖声 被人的感觉是一个错觉 就是广告佬好像很老得好 新光颈漂亮、出入名牌 但这些可以告诉大家 是上世纪的事物 在今世纪里面 其实我也有时候 久不久还接触一些 还在广告界里面的行家聊天 其实今世纪的香港 开始都是只有做字 没错,工资方面可能会叫得比较高一点 现在是倾向用传统的广告 去到一些数码的广告里面 即是在网线、互联网里面的做法 而一些传统广告 譬如一些广告设计、广告片、平面、户外 这些老友记仍然在从事这个创作 其实有时候都在伤 一千多百都在拗价 不足够的广告 又要一样 又要改三改四 如此类推 当然 大家的付出 其实都很大的时候 有一些白费 在初陀和客户当中的策略 营销方针 出来的广告创作方面的细节 有很多的拗劫和磨合 但是也不代表世界上没有成功品牌 譬如我们今天想说的一个品牌 叫做Cocacola 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牌子 大家都可以觉得伟大在哪里 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产品 像可口可乐那样有趣 我认为 买品牌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大家可以考虑 可口可乐是什么 可口可乐就是 在八几年前 在1886年 有一个叫做 在美国里 叫做Dr.John Pemberton 的一个弱劑师 退伍的军人 一个发明家 也是一个弱劑师 他在1886年 无厉害 他就在他的工作室里 左搅拌一下 右搅拌一下 把水 碳水饭合物 香料 酱油 搅拌一下 搅拌一件 咦? 什么来的呢? 啡啡色的呢? 喝了下肚子 又气 又有顺喉 又甜甜的 很棒 他就觉得 这件事 如果我将它在街上带 应该有 噱头 或者会有市场的承接力 而他的合伙人 就是Frank Robinson 的一个会计师 就想想 咦? 好的产品 当然要有一个好的名字 方便我们注册商标 这个商标 亦可以令人记得到 应该是想想 容易发音 或者别人容易晃晃上口 甚至可能是 阿猪阿狗都会叫 我觉得两个字的名字 会比较好 而两个都用C字头来发音 在英文发音中 会比较容易 不如叫做Coca Cola 就这样 这两个人 将这种可口可乐 这种甜甜甜甜 又有气 腐蜀性又高 的产品 买到成行成市 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人们还不喜欢喝可口可乐 味道方面 的确是有时候 例如在大热天时 或者配鱼蛋粉 或者吃热气的东西 有之可口可乐的确是 感觉是一个解鹤的功效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现在看回 可口可乐的酸性 也很耐用 以及它的糖分量 也非常高 有很多人 一旦喝可口可乐 太多 对身体有些 不理想的反应 譬如糖尿病 有很多人 为不舒服 因为可口可乐 太多了 可口可乐 另一样东西 大家会很喜欢 就是可口可乐的产品 原来可口可乐的产品 为什么会有一个想法 将外面出一些碟 一些杯 一些玻璃瓶 原来是归功于 有一个人 叫做Asa Candela Asa Candela 当年他拿了2500美元 从Dr.John Pemberton 和Frank Robinson 手上 拿到可口可乐的配方 然后他开始 有一想 大造它 便会做很多的商品 去送出来 例如挂板 托盘 玻璃瓶 玻璃杯 少少的玩意 摆设 而每一个玩意 或者这些小的东西 我们行内叫做Premium 即是买可乐 送Premium 就有一个很大的Logo Cocacola 这个品牌 是融合在里面 一直走到来 我们到今天 有很多可口可乐的商品 衍生了出来 例如什么 我们小时候 七十年代长大的人 不会忘记可口可乐的摇摇 以及拍拍波 扭解蛇 各方面的东西 都是可口可乐 送出去的 为什么可口可乐 要考虑这些花神 要用出来 因为坚信 有三个价值 有三个英文字 一定要在营销策略里面 一定要有 一个叫做Presuraciveness 第一个叫做Preference 以及Price to Value Presuraciveness 中文叫做 无处不在 处处都在 到处地方都要见到可口可乐 所以他们要想很多东西 譬如 霓虹光管招牌 他们送货的truck 他们员工送货时 穿的衣服 送给你的产品 在超级市场里面 看到的Point of sales material 譬如poster 雪柜 送给你的开屏器 各方面的东西 都是有大大只可口可乐的Branding 变成全世界去到哪里 你都会见到 Presuraciveness 亦要建立一个形象 你觉得饮了好多 跟这个品牌很聪明 很聪明 也能带出一个精神 一个感觉 你觉得我喝这种产品 就代表我这个人 展示出来的一个形象 是令人说服和向往的 这个也是 在一个市场广告里面 怎样打这个品牌的形象 要下的功夫 Price to Value 大家都知道 可口可乐的产品 永远都不会贵到飞天 很商议 很大众化 基于这样的情况下 可口可乐 就行销了全世界了 我继续说回 Assa Candela 的聪明人 他想了这样的方法 将可口可乐 行销到不同的地方 亦都联合了 Distributor 和Bortola 和可口可乐公司 三线一起合作 去发展 扩充全球的网络 他会和不同的地方 谈计 你如何去入津 亦都会找了一些 Distributor 批发商 去合作 如何将可口可乐的品牌 派到全世界 在香港做一个例子 他找了泰古公司 泰古公司 有自己的分销网络 亦都有自己的送货车队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不用搞这么多花生东西 要搞很多的送货 入津等各方面的东西 他只不过是将他的形状做好 以及他在市场上 专注如何建立这个品牌 如何建立这个品牌 亦都可以打云全世界了 将这个美国的形象 这个Freshness 美国代表年轻一代的精神 的一个产品 行销去全世界 现在全世界里面 估值每一年 可口可乐 是可以去到1.9个Billion 去生意压 全世界里面 有200多个国家 都可以喝到可乐 全世界只有四个国家 是喝不到可口可乐 大家知道哪四个国家 没错 是一些极权的国家 以及非常反美的国家 缅甸 古巴 伊拉克 以及序里 每天 全世界 大家知道可口可乐 会卖到多少个瓶 是13亿 即是换句话 平均每一天 整个中国的人口 是喝可口可乐 一人喝一瓶 喝到13亿 是非常厉害的天价 全世界的分销商 有900万家店铺 在卖可口可乐 做到这样的成就 只不过它的产品 是一个玻璃瓶 或者一个铝罐 而里面是黑蒙蒙 有气的甜爷爷的水 当然 有些都市传说 都仍然在说 可口可乐的主持人 仍然是将它的配方的99% 就让人知道了 只有1% 它是不让人知道 那1%的含量 是什么的 是用什么的材料 令到大家 到今时今日 亦是非常响望 可口可乐的品牌 好了 刚才我说的 它叫做preference 为什么会有一个preference 是喜欢喝可口可乐 我有巴士 我不喝 我有屈臣氏 我不喝 一样是黑蒙蒙有气 甜爷爷的东西 为什么我要喝可乐 就是那个user imagery 从它的广告 或者它的 brand 一些campaign里面 project出来的一种形象 为什么你喜欢喝可口可乐 在70年代 这个可口可乐 打了一个广告出来 这个广告是风行全世界 而它的广告歌 也进入了美国的流行榜 Billboard 里面 很受欢迎 这一条片叫做Hilltop 它当中用了一大群年轻人 去唱这首歌 大家都很记忆犹新 特别是我年纪的老友记 今年四十多五十岁的人 当年也会听过这首歌 而这首歌一直沿用下来 也有好几年 一些大时大节 聖诞节 也会用这首歌 换过一些歌词 去过全世界各地 不同的人种 都用同样 一个大同的美国精神 很多人都说 这个可口可乐 是一个很大的美国主义 但不要忘记 在二战之后 美国的而是一个领导世界 世界警察的地位 他建立一个美国 代表了自由平等 机会 活力 有趣 文化 先进 所有年轻人向往的价值观 都可以在美国找到 而可可也很聪明地 将美国的价值观 和品牌连结在一起 变成他这个Hilltop的广告 主要带出三个感觉 就是有趣 年轻 以及非常有活力 亦给出一个群体的感觉 交频结友 或者开派对的时候 一定要喝可口可乐 先别说这么多 我想给大家看一段影片 就是这里叫做Hilltop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条广告的取景地点不是意大利的 希望可以在亚尔卑斯山拍户外广告 找到很多不同世界各地的 不同国籍 不同种族的年轻人 就是带出一个信息 希望大家都可以在五湖四海 和四方八面联合在一起 享望一个有趣和开心的 自由和平的感觉 当然 在1970年代 当时是一个越战 全世界亦都经历了二次大战之后 韩战、冷战、越战等 这些不同的战火 年轻人都很希望得到自由和和平和爱 这些广告打出来 全世界的年轻人的确是非常着弱的 不过这个广告不是没有波折的 当它制作完成的时候 想送到美国不同的电视台里播放 竟然有电视台拒绝播放这个广告 原因是不明的 后来因为广告歌也是大行忌道 上了标博 很多年轻人都要求在电视台中播出 所以电视台在群众的隔离之下 将这个广告播放出来 亦是一发不可收拾 星星之火可以聊远 可口可乐在这段影片之后 大行其道打入全世界 每个地方、世界各地、每个角落 都差不多有可口可乐 这个是很厉害的一件事 大家如果有看美剧 HBO有一套剧 专门讲广告人 叫做MADMAN MADMAN 叫做广告狂人 而在2015年的Season Villani 最后的那一集 Don Draper 他认为广告新来原是梦 希望找回一些基本的 不要太吹灿 和平和一些 简单的生活 当他学瑜伽 去冥想的时候 结尾播放这首Hilltop的广告歌 亦对一个广告人 有一个Wake Up Call 我非常喜欢那一幕的结尾 不过说完 这么有趣的Campaign 和可可乐的历史 我告诉大家 近日有一群人 就是东思孝贫 东思孝贫是什么呢? 当然是我们的强国 偉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永远就是 喜欢模仿别人的东西 模仿别人的东西 模仿别人的东西 如果像日本人那样 学别人的东西 不是模仿 模仿是假扮 你只得其认 而不得其臣 日本人学东西 就是将它全部 吞噬到土 再消化 再改进 再改良 中国人 学东西就永远得其认 里面的东西就做不到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哪个高人 和这个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推销 在这个一带一路 习近平和习主席 提倡了之后的五年 第五周年 一个这么伟大的想法 将中国可以推向世界的巅峰 将中国的无缘忽界都可以提出 这个一带一路的概念 五周年的时候 有些刹鞋子想歌颂 为习主席这个伟大巫师 聪明绝顶 抗古力今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中国第一 宇宙最强 这个概念之后 就想了一条条件 不如我们拍一条广告片 和一和他好不好 和一和他 宣扬平等 博爱自由 将中国和平崛起 带到世界各地 就憑这条一带一路可以走出来 我们一起去建设这条道路 就拍了一条 东斯孝贫 但学得非常肉酸的一个广告片 竟然将可乐的Hilltop的melody 使用了 但改了一个歌曲 当然 大家一看这条片之后 就会发觉 无论那些字又不伦不类 Casting 又不知道 癌癌惨惨 制作也非常不认真 在打灯各方面的东西 做了一条片出来 就被人移笑大方 我觉得是完全不收货的 亦都做了一条片出来 有一个这么厉害的Campaign 你跟着他捉 你只会被人笑 没办法 在中国的角度里面 和中国旁边用到的人 是非常缺乏的一件事 就是创意 只是懂得抄抄 而一带一路的五周年纪念广告 也是抄抄得非常可恶 播放这条片 让大家笑一下 结束今天的分类小广告 I teach the world to sing In perfect harmony I like to hold it in my arms And keep it company I like to see the world for once All standing hand in hand And hear the echo through the bell Tubbies throughout the land I like to teach the world to sing In perfect harmony I like to hold it in my arms And with my family I like to tell the world the truth And keep it in my heart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a million guys coming true I think used in our family I think used to be a novel I think used for that